提醒你哦 大学申请入学的志愿卡 这个月15号就要开始缴交了 今年可以申请的校系 从5个增加到6个 名额也比去年增加了9000个 但不少学生到现在 还不确定要选填哪些校系 升学辅导专业就建议哦 考生你至少留两个安全校系 另外呢 也得考虑第二阶段面试的时间 会不会撞起 吴同学今年学测考了将近60级分 他专程跑到台大杜鹃花节的学系博览会 想了解如何透过申请入学 提早变成大学新鲜人 国文跟社会就是比较难 所以那自己是社会主就比较吃香 所以就还可以 和吴同学一样的学生还不少 只是还有人到现在不确定要填哪些校系 因为会计是我最想念科系 所以我当然会先把它放第一 那如果会计真的没有念到的话 那就可能就退而求其次 然后就是念外交系 今年可以申请的校系从五个增加到六个 名额也比去年多了九千个来到四万个 如何提高申请过关的机会 升学辅导专家建议 可以按照自己的成绩 选填至少两个安全校系 也不要一窝蜂选填去年分数相对低的校系 比如清华大学的公工系 就工业工程 他看法分数是蛮低的 可是像这种低是因为去年恰巧报名的人少 那如果这个事情已经是全国都看到 不合理的低所以全国就很多人去填他 所以他这个低就会变成高 此外在校成绩好不好也得列入考虑 因为有的消息在第二阶段时先比这一个 而第二阶段的面试时间会不会撞棋也很重要 提醒考生把握最后这段时间 结合兴趣与优势才能提早进入大学 警察会沈志明台北报道